趁着深夜,施工人员正在将隔音墙一一拆除 这里是基隆中正高架桥 这一座衔接中山高速公路 与基隆市区的高架桥是基隆车流量最大的路段之一 由于两侧临近民宅的隔音墙过于老旧 影响市隆景观及防灶效果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方面从4月底开始进行泰换更新工程 中正高架桥的部分是因为市府这边有争取到中央预算 进行我们隔音墙护栏伸缩缝来做一个改善的动作 那目前在4月的22号开始期 我们已经针对中正高架桥的南下侧 隔音墙已经在做一个进行拆除的动作 那拆除完成之后呢 我们也会将相关的隔音墙上去 那另外针对护栏的油漆粉刷的部分也会逐步进行 两侧隔音墙全长1058米 为了减少对交通冲击 目前先施作拆除泰换南下一侧 7月再进行北上一侧的隔音墙泰换 预计10月完成 那预计是在4月下旬到7月底之前 是完成我们中正高架桥南下侧的 护栏跟隔音墙的改善工程 那7月下旬到10月的上旬 到9月底的部分 会完成我们北上侧的隔音墙 护栏的改善工程 那改善的期间我们预计是以夜间为主 那夜间主要是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去做一个施工 那提醒用路人做一个改善 那不过因为部分的时段是因为 夜间行进看码店的时候 因为它的余会的活动比较频繁 所以我们部分时段我们会改到早上的6 改到早上 那改善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 折工程经费8500万 除了台湾隔音墙 路面伸缩缝部分也将同步进行更新 减少车辆经过时因为跳动发出的噪音 夜间施工期间高架桥将进行封闭 请驾驶人配合改到校二路行驶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